今天我们继续讲解Android Studio里面的设置项 我们先看这个Smart Key Smart Key是Android Studio对这个Key的进行的一个重定义 它赋予了这么一个键更加智能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这个Home键 我们知道这个Home键通常情况下 它是能够回到一行的最前端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是在这个地方 我按Home键 它会回到最前端 但是我再按一次Home键 它就可以跳到我这个代码悬挂缩近的这个位置 这样可以让我们很方便的一个输入代码 同样的其他的这个Ander键也是一个意思 然后这两个选项呢 是指当我们输入括号的上半截的时候 它能够自动帮我们完成这括号的一个下半截 或者引号的一个下半截 当输入一个引号或者是说括号的时候 它能够自动帮我们完成另外一半 然后这一个选项呢 是我们在输入这个后半大括号的时候 它能够自动帮我们format一些代码 就是把格式化 Camonherbs是对单词的一个操作 它的作用我们前几节课已经讲过和其他的配合使用 然后我这里给重点给他说的一个比较好的功能 是这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的功能是你当选中一些代码的时候 当你按引号或者括号 它会自动的把这段代码包含在引号和括号当中 好 一般用在是switch case里面会有一些就是局部代码块的一些需求 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分支这里有一个定义了一个date 对吧 如果是说我在这个下面这也要定义这个date 它就会报一个编译错误 对吧 这个时候怎么解决呢 我们选中它 然后输入一个大口号 它现在就把这一块给扩起来了 作为一个局部变量了 那同样的为了不影响其他的代码块 我也这样子 它们之间的局部变量的影响就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 这是非常方便的 那对于引号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有些代码 好 我需要把这个这些文字给引起来 选中它按引号键 自动的就出来了 这个效率是很高的 好 这是回车 回车呢 也是它有几个功能 第一是在能够自动的完成你的缩镜 第二个是如果你输入一个前的大括弧 它会自动给你完成后面的大括弧 自动生成一些注释 文档上的注释 就是比如说 我这里有个COTOS的对吧 我在这里当要加入一个注释的时候 我直接回车 它能够自动的把这个TICS ID 打一个 打一个桩出来 把这个 它能够自动的 把这个参数 还说参数也写在注释文档里面 好 这里是对这个Backspace间的定义 这里就没有 这里我就不说了 就是说 它也是重定义 它习惯就好 然后这下面是关于XML和CSS的 这里我就暂时不用 暂时就跳过 好 这是对于它这个 编辑器外观的一些设置 第一个 比如说是 是否适用反锯齿 抗锯齿的字体 然后呢 这个是光标闪烁的速度等等 这些 大家自己可以去配 然后这里要说一下 这里有一个选项 显示这个函数的 我建议大家都把它勾上吧 检查代码的时候比较直观 所以这里是建议大家把它勾上的 其他的我就先暂时跳过 然后这个看一下 我们这个对这个 table的定义 这个table是指什么呢 是指你当打开多个文件的时候 你这个 这个每一个文件的标签的位置 比如我现在打开多个 那通常情况下呢 它是放在这个顶上的 但如果是比如说你不习惯放顶上 你喜欢放 左边 就在左边 看一下啊 它就放在左边这个位置来了 然后这里是对顶上显示的一些设置了 比如说如果是没有空间的话 这个table就不显示了 然后这个是 在这个table上 是否把这个扩展名给隐藏掉 对于有同样文件名的 它会把一个路径给显示出来 然后在下面是这个 关闭这个table的 这一个策略啊 这通常情况下 它这里设置了 就是说最多允许只打开10个文件 然后呢 超过10过之后 那它就会自动关闭 按照什么样的策略关闭呢 这里可以当你选择 第一是优先选择 没有修改的文件来关闭 第二是选择 最近没有使用的这个文件来关闭 这里根据也可以 根据你的实际使用情况来进行选择 这是代码完成的一些选项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是一个对一个大小写敏感的 这么一个选项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当你敲代码的时候 是否是要匹配这个大小写 如果是说我现在选择是first letter 就是说只有第一个字母匹配 后面就不用匹配了 比如说我现在要输入一个 s 这里可以看出 提到的都是第一个小写字母s 那比如说我要输入一个d 好 后面呢 因为它不用匹配大小写 所以说它能够把这些相对应的这个字给过滤出来 那all呢 这是最严格的 同样的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也是输入一个s 再一个d 好 它只能列出这个小带有小写字母d的 这么这些被选项 那如果是说浪呢 就是说无关字母大消息 都可以 不只是熟字母了 大写字母的开头的 它也能列出来 这个是最最松的 就是说能够检索内容最多的 然后这里是当按counter加space的时候 会做自动完成 或者是说countershift加space 比如说我现在有了一个输入了几个set 好 我现在已经忘记我后面要写什么了 然后我这里 这个时候我可以用counter加空格 把这个选项给呼出出来 让你去选择一些 就是说提醒你 然后这个呢 是否是按照一个字母的顺序进行排序 如果是勾上呢 它会自动按照字母的顺序 如果没勾上呢 它会按照一个智能的顺序来进行排序 这是代码 是否自动弹出这个代码完成的 这么一个选项 下面也是 这个自动完成的这个框是多秒钟之后弹出来 这下面也是定义一个时间 这是显示这个所有的签名 再下面呢 是一个自动的导入 就是说当这个exam machine可以先不管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java的 也就是说 拷贝一段代码进来的时候 会问你是否把相关的类给同时import进来 这个是一个代码完成的一个快捷方式 我今天想说的一个重点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键 它的一个触发键 table space还是回车 我们默认选择table 打个比方 这里有很多这些字段 这字段呢 就是在某些条件下 你能够使用这个后缀来完成的 自动完成的一些代码 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not 这个not这个表达式 对啊 它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我这儿有一个布尔子的一个变量 b等于false 对吧 if b.not 就很快的把这个b.not not变成非b 对吧 这是一种 然后还有一种呢 比如说我有个object object b等于空 我们是不是会写代码的时候 经常会判断 你当这个b不为空的时候 做一些事情 对吧 那有没有一个很快的输入方式呢 比如说是b.not 空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变成这个判断 还有比如说这个for for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数组 是用一个relist list 对吧 然后我这里输入list 点for fori 然后它会自动的把变成 如果i等于0 i小于list 然后i++ 这就是代码的一个自动完成程度 同样的还有try-catch 比如说我可能有句话 可能需要抛异常 这里有 对吧 当我输完这个语句之后 我叫个点儿 然后它会自动的有一个try 对吧 回车 然后自动会把这行语句给放到try-catch的括号里面 这就是上下文 所以要求大家在经常在写代码的时候 就是要把这些快捷方式给使用起来 这个它定义了 这个Android Studio定义了这些快捷方式 希望大家下来自己每一个都熟悉一下 这是代码的一个折叠 这就是说你它输出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控制还比较长 因为这些占信息对我们查问题可能帮助不大 于是乎他就把这些折叠隐藏起来 不需要显示 好